不甩國際刑事法院逮捕令 俄羅斯總統普丁選在克里米亞回歸九週年 同時也是開戰後首次拜訪當地藝術學校 還快活的自駕前往馬利波 挑釁行為毫無悔意 根本沒再怕戰犯標籤 儘管俄羅斯不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國 但官方表示法院成立時簽署的羅馬規約 明文指出即使非成員國 人可能因為涉嫌犯下戰爭罪 必須出庭受審 雖然羅馬規約123個成員國中不乏親俄國家 要通力合作逮捕普丁有難度 但聯合國安理會國家元首遭到通緝 以創下歷史記錄 將能進一步在國際社會孤立普丁 前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 過去被控在巴爾干地區犯下數十項罪行 下台後被引渡至海牙 接受種族滅絕審判 最終死於牢房當中 如今普丁被打上烙印 要繩之以法並非不可能 莫斯科更犯話想要和談必須取消所有針對俄國的國際制裁與訴訟 可見成為全球戰犯已經讓普丁盲刺在背 在那裡新聞是天豪報導